是的,大姑子歷史麻煩了 左手边的传媒朋友 那我没有想到今年呢 我除了开始了写作之外 我还可以担任一个珠宝设计师 感觉就是有点没有想到,意料不到 希望从我对舞台,对那个热爱的那份初心出发 然后每一次我在台上的那种动感 也加入在里面的概念 我们会送一个蛋糕 对,是教自己设计的 好贵,但是不在于那个价值啦 就重要是他喜欢咯 其实我就不是主持 但是Kenny跟Steven他就说 荣祖儿你就有空的话你就过来吧 对,因为他们知道我就负责搞气氛 是非常在行的 我觉得刚好就好了 不用太过失忆 就开心为主吧 对,谢谢你 对,谢谢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